清晨四點多在臺北線林口往新莊方向 發生了一起車禍 車子撞上了路邊水泥牆 車身全毀駕駛當場不治 不過這台車是髒車 所以警方懷疑駕駛是一名偷車賊 停靠路邊的藍色自小客車完全不成心 不論車頭車尾全都歪七扭八 保險桿引擎蓋全和車體分了家 整輛車形同廢鐵 凌晨四點多張姓駕駛行進林口青山路時 意思因為車速過快撞上路邊水泥牆 車車受到強力撞擊幾乎全毀 張姓駕駛也當場不治 他在我旁邊看他扁下 他說他有扁嗎 有扁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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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警方表示這輛出事的藍色自小客車 是三天前才遭人報失的髒車 因此不排除肇事者就是竊賊 全安警方已經介入追查車禍原因 與肇事者詳細資料 明新聞洪西宇台北線報導